進入墾丁大街 就會看到麥當勞 但是他卻洗燈了 只留下正面牆壁 還有原本懸掛招牌的地方 留下的摁字 依稀看得出原本的模樣 以為休息而已 結果是全部東西都搬掉了 對 所以滿驚訝的 應該還會再開吧 我覺得 前陣子就發覺 他沒有在營業了 小犬颱風過後 被視為墾丁大街地標之一的麥當勞 營業超過28年 10月初突然結束營業 有客撲空難以置信 由於小犬颱風來襲 店街的招牌被吹歪 受損嚴重 當地人猜測 會不會是颱風惹的禍 不過麥當勞表示 是基於整體商業考量 目前還留有恆春恆公店 為大家服務 原本墾丁店的員工 也依照他們的意願 安排到恆春去工作 來到墾丁 怎麼還吃麥當勞呢 有人突便利 有人因為墾丁天氣熱 喜歡擠進去吹冷氣 生意向來不錯的麥當勞席燈 當地人說可能也與 租金太高有關 經營近三十年的數十電席燈 不論居民還是遊客 都很不捨 TVBS新聞 018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要記下載TV 一定有很多